我是在17歲的時候 那時候醫生告訴我說 他發現我就是先天性的沒有子宮 他當時就告訴我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代理孕母法未來在台灣 有可能會通過 一直到今天現在我44歲了 我覺得好像曙光越來越明顯了 那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公聽會 我看到這麼多的人 齊聚在這邊 為人工生殖法代理孕母 這麼認真的在討論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狀況 我是在17歲的時候 然後因為沒有生理期 然後去醫院檢查 然後那時候醫生告訴我說 他發現我就是先天性的沒有子宮 然後那時候是1997年 醫生看到我就是一直忍耐著 不哭出來的狀況 他其實看起來好像想要安慰我 所以他當時就告訴我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代理孕母法未來在台灣 有可能會通過 然後到時候你會有一個機會 可以有自己的小孩 我那時候聽了也想 這或許就是我的一線生機 一直到今天 現在我44歲了 然後我看到人工生殖法 裡面有代理孕母 大家還是很熱烈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好像曙光越來越明顯的 自從我願意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公開說 我自己的狀況之後 好多好多家長私訊我 他們問我說 小嫻為什麼你可以 這麼正向的去接納你的身體狀況 其實我今天來到這裡 我覺得不是為我自己 其實我是接到的這些訊息 我覺得很多人不敢說 以前我17歲的時候 醫生跟我說我的狀況是十萬分之一 就十萬個人會有一個人是這樣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五千分之一了 上次公聽會有好多好多的團體 反對代孕的時候 我聽到這些聲音 我其實心裡面是很開心的 因為就是大家反對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案例在國外發生 有很多商業代孕的行為 導致有很多很悲慘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些反對團體 他們的聲音 我們是非常需要重視的 我是非常尊重這些反對的聲音 我不會因為他們反對代孕 就覺得很悲傷 極端的贊成或極端的反對 對這個社會都不會帶來進步的推動 所以我想把光譜往中間移動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要很嚴格的來審這個法 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沒有人可以逼迫 另外一個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反對的聲音存在 就是為了防止這件事情發生 我們這些反對的聲音 如果可以成為我們監督的力量 把這個法修好修滿 讓真正有需要的人能夠用到 然後讓他們理解說 沒有人天生下來要幫你 那自己的心理狀態 自己要調整好 如果未來沒有通過 我也能接納 我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謝謝